武林專奇故事,王飛鴻,由顏之途播講 各位,上次講到林世榮等人,去到王埔同古山丹水坑,拜訪武林隱士,海江蟬師。 他們來到佛職洞前,果然見到海江蟬師,用紙袋橙,在石山畫的佛職兩個字,即是讚嘆不絕。 正在這個時候,董裏面有個和尚仔走出來,只見他的肛頭看得青一點,穿著一件大人的爭衣,志氣就未脫, 只由一本正經地合十行禮話,阿彌陀佛,眾位施主,是否來遊覽同古山?拜了佛未呢? 林世榮連亡還回個禮話,小師傅,我們正是來遊覽,一來,一聞同古山有先佛名氣,多來參神拜佛, 二來,聞到佛職洞海江法師的大名,想說尖仰慈顏,得來拜訪。 阿,幸會,幸會,請跟小僧來啦。眾人就跟著和尚仔,入到石洞, 馬上就見到一個大石臥佛,是用山洞裏面的天然巨石挑成的。 高有三尺,長有六尺,肥頭大耳,笑容可谷。 那肚子是特別大,正是,福大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張口嘗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和尚仔指著石佛患, 這個就是尼勒和佛,大家摸摸他啦,會帶來好運的。 啊,鄧爾關坤地呢,就比眾人細十年八年,還是個小孩子。 嘻嘻嘻嘻嘻,猛摸猛摸。和尚仔在旁邊讚禮,摸下肚,長壽不老,摸下腳,高官盡著,摸下手,發財袖手,摸下頭,不用多久起高樓。 哈哈。 林世榮又沒有他們這樣這麼痘。 ken石佛旁邊有銅香,就抽出來,三枝是點爪,拜過之後,拆下香爐。 然後就讓他舊銀,作為香油芝芝。和尚仔好歡喜地說,多謝施主。 接著就帶林世榮轉到後面內堂 裡面就供奉著三寶佛 三寶佛下 有一個老僧 坐在蒲荃樹打坐 以見他較為清秀 古銅式的肌膚 顯得個人很紮實 穿著一身灰色的僧衣 閉目參禪 沒有理到外人 和尚仔細聲地說 各位施主 這位就是海江蟬師了 他又昨晚入病到現在 林世榮不敢打擾 只是站在一邊等候 沒多久 老和尚一書發眼 念出一首六祖的佛計 蒲荷本無樹 明鏡翼飛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也塵愛 和尚仔細說 師父 這幾位施主等到很久了 林世榮連望上前行禮 打擾了老僧師 噢 阿里多佛 不需要客氣 師主遠道而例 販增未能出應 十分失禮,吩咐和尚仔奉上香茶,大家分賓主坐落。 海江蟬師說,未知施主高聖大名,今日剛臨閉洞,有何貴過呢? 在下叫林世榮,乃是陽城洛善山房黃飛鴻師尊的門下弟子, 一聞老禪師在福建九年山少林寺的是老前輩,但慕名而來, 一來,朝拜同古山之佛,遊覽聖跡,二來,想掌揚禪師的慈眼, 三來,望禪師有所指點,等我們如明之人遁開茅山,視為盼望。 哈哈哈哈哈哈,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講完之後,在三袖籠裏便便便便寫出封信出來,便交給林世榮。 林世榮打人一看,動過得驚奇起來,信就是這樣寫的。 海江禪師法鴻,至普陀一別,北角又單貴飄向黃花龍色矣。 亦昔日,以禪興相聚之士,同懷我少林一麥,由至善祖師, 批紅希官,方世玉,綠亞彩等人入月,開葬月中少林派。 乃是福建少林派之的處也,力有百載春秋,呼呼,無奈先賢,盡作古人,望風憑調,戒蒼賢,替下也。 遺行領南一地,仁傑地靈,先賢雖作古,但少林武忌深入人心, 以開出十三家派,所謂一之十三花事也。先賢在九存之下,定當含少矣。 今半陽性,有一母子,姓林明世榮,此君督信我佛。 拜在少林虎痴黃飛鴻之門下,成為衣撥傳人,黑虎潛修,忠誠正果。 蓋此人出世之時,出現虎學二密,不久將來必合虎學二認,自成一家,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轉移也。 少林一密,由此再發揚光大,其在妙在。 近日,貧爭不論錯事惡善,自然而言,通有他心,每當入定之事,浮願出臨君母子,入同古嶺,沉佛即當之情境。 若半年之內果有此事,則貧爭之預言不謀也。 吾有心承傳臨君。 吾有心承傳人,貧爭乃是民宗少林派之的傳人,最善百學權術。其人到訪,可謂與佛有餘。 望吾有心承傳人,以學權相贈,坐其成功。他日如來佛前,佔花微笑耳。 吾有心承傳人,以信侯禪安。帝郭辰輸於陽城海棠子。 林世明看完之後,大為經矣。自己日棠古嶺,都是臨時決定才去的。 而海棠子郭辰和尚,在半年之前,已經預見到的。 你說奇不奇?你說乖不乖呢? 各位,有人說,這些是高爭之中的陸通,是屬特異功能的一種。 究竟是怎樣的呢?就連我也不知道。大家有猜就照聽就是了。 且說林世榮,將那封信公公敬敬地加雲海光。 他笑著說,我和郭辰禪師是多年的朋友。 只不過這一次來,純屬是偶然。 想不到郭辰禪師在半年前已經測到,真是神人。 今日晚生到來,他是想拯救白鶴營的權法。 林世榮說話,誠狠坦述。 海光禪師,微笑暗淫頭。 在他身後的和尚仔,也笑微微地笑起來。 林世榮現在才看見他。 年紀只不過是十二歲左右, 長得白白淨淨,微青木獸,眼仔精精。 看樣子,幾聰明伶俐的。 穿著一件大人爭衣。 嚴長那頭,就穿這件衣服截短了。 這衣服就沒有改到,仍然很闊很長,顯得很不傷情。 林世榮有意試一試財學,就說了。 小禪師,你穿這件衣服,為何這麼短,而衣服就這麼長呢? 哈!和尚仔就不加思索,馬上淫出首詩作答。 蟬童爭衣布衰短,三短袖大可藏風。 清涼不予贈天子,留在山中接壇功。 眾人哈哈!大笑,都說他年少才高,師中帶有禪姬。 和尚仔,亦怕霸地醜,眉眉嘴笑起來。 欣勤向國人斟茶。 林世榮喝完茶之後,掩出一包禮物,送給海江蟬師。 裏面有冬菇、發菜、筍、江南、人、雲耳等齋料。 以近白銀三十兩,說是禮敬三保的。 海江蟬師亦笑臨,大家寒暈一翻之後,就轉入正題了。 海江蟬師,請大家出洞外空闊的地方。 先叫林世榮,打手白鶴拳看下。 林世榮是正合心意,很高興地十聲跳出,講講手話。 好了,本身獻醜了,請蟬師多多指教。 講完,先運一輪氣,氣沉丹田,以氣催力,兩腳又穩如泰山。 忽然,眾生一跳,一色白鶴亮智, 好像靈鶴那麽穩智,又使了鶴咀泥,守僑身風, 學一聲,聲威俱在,山谷引引響起胡音。 有一色白鶴村雲,十聲,整個人跳起成像高。 林世榮盡情地將可權揮霧一翻。 然後修完,拱拱手說, 失禮,失禮,眾人拍起手掌大喊好東西。 有個說,林師兄,你看,連石仔都被他踩到。 林世榮盡望望地下,果然有幾顆石仔, 被自己紅劍的馬布踩碎了。 不由得深足人暗暗得意呢, 以為有這樣的功底,海江蟬師一定會讚賞的了。 只聽見海江蟬師說, 林師主的百學拳技,功力區階, 看來亦下過不少的苦工, 不愧為少林的的傳弟子。 林世榮很高興地笑起來。 以海江蟬師將華風一轉。 他說,但是以林師主剛才的一首權體來, 請算老衲直言,火候只有三四,還欠六七。 林世榮當堂心頭一轉, 好似一盆冷水的照頭淋,全身涼透。 心想,人家說海江蟬師千場爆拳。 這只是聽說,未曾見過玩過,更加沒有跟他牽過手。 想過自從投到黃飛鴻門下襲擊以來, 未曾逢過敵手。 說我更討厭一二, 這也有話說, 說自己更欠六七。 這首可拳豈不是八年? 想到這裏,就問, 蟬師的說話, 想必定是金石良兒。 知晚生自問根吳斯學藝以來, 多次和人氣泊較量,從來沒有輸過。 現在蟬師竟說我尚欠六七。 那是為什麼呢? 海江蟬師微微一次說, 你不足之處, 一是渴明之功。 渴明如同虎少, 虎少之功要練三年。 一聲長氏,威震山岳, 三幾尺之內洗人耳龍。 渴明也是一樣,要練三年。 成人雖然不像虎少那麽弘大, 但是要有一種穿透之力。 要好像一支利箭那樣, 射入對方意中, 使人驚嚇, 使人頭暈。 渴明也是傷人的一種方法。 而林獅子的丹田氣力不足, 未能夠做到這麽。 林世榮覺得似話有理, 吐一吐頭。 梁寬等人亦說, 啊,蟬師的見解很新鮮, 我們都未能聽過。 海江蟬師繼續說, 第二是鶴鼻。 鶴鼻如同虎磅, 鶴鼻有內鶴外鶴之分。 由虎少公之內徑, 來舒展雙鼻。 鶴鼻, 鶴鼻同一揚。 鶴鶴鼻發音, 有鶴鼻兩聲。 聲長敬長, 聲短就是敬短。 亦是聲長臂長, 聲短臂短。 哦, 林世榮明白了。 自己沒有注意到那些藥。 又問, 還欠缺什麼? 請蟬師指教這樣。 海江蟬師又繼續說, 三係可暴。 同虎部相比, 虎部那夠力罪千斤。 可暴, 靈活穩健, 一腳獨立, 好似封鶴妻之。 可搖可擺而不可跌。 而林世主, 連石仔都踩爆, 和虎拳混淆了。 打虎拳就好, 而打可拳呢? 要求不是這樣。 四係學眾, 應靈似元厚, 新似義。 一喜一鑊, 不為對方所知。 五為學咀之手, 一閃則過, 一督即壽, 其勾手四兩可以撥千斤。 六為可將, 踢人於無影無形之間。 七為可逆, 可逆是首長的功夫, 要快速多變, 神鬼莫測。 打眾人, 而無首績可尋, 方為上品。 總軍林世主的可拳, 光猛有餘, 以猶活不足。 不過, 只是老立一孔之見, 得罪了, 得罪了。 這番選話, 使林世榮佩服得五體頭地, 連望說, 不敢說, 禪師的高論, 真是然然比今世的自治賽朱基, 晚生得益良多, 多謝賜教了。 海江禪師忽然說, 林世榮佩服, 老立的空言, 若不是衣以犯, 了師主未必相信。 如果師主不嫌棄的話, 可和老俠手下一個小僧, 走幾個回合, 就知道老立之意, 是真或是假的了。 說完, 叫一聲, 阿倫過來, 立即有人應一聲, 嗯, 林世榮另轉為一太, 哈, 這個阿倫並非別人, 即是剛才淫師過為和尚仔。 和尚仔說, 師主, 有何吩咐啊? 阿倫, 你和林世主走三幾個回合, 點到則以, 千萬不要全有有對敵之心。 是, 和尚仔說完, 十聲跳出牆中, 合十行你玩, 林世主, 請指教。 林世榮心想, 這個和尚仔, 皮肉尚亂, 銅氣微粒, 高, 只不過是五尺, 一拳就把他打低了。 海江蟬師是不是開玩笑的? 不敢看一看海江, 沒有動手? 海江蟬師就知道他看小阿倫, 於是說, 林世主, 不用顧慮那麼多, 你儘管和阿倫過手, 可知魯立之意, 無差矣。 林世榮這個時候, 亦都沒有說好說, 亦講一講手話, 小師傅, 請說林某得罪了。 講完, 立即展開攻勢, 嘩! 一聲, 一個萬虎下山, 破關門道, 起勢磅磅逼人。 只見和尚仔, 輕輕將身一側, 用小手臂一撥, 立即將林世榮的攻勢燒去。 林世榮載一個萬虎爬沙, 接著貓兒洗臉, 苦眼拋錘, 圓壇復虎, 下下實力, 硬橋硬馬, 發聲公開。 想不到碰上手的時候, 覺得和尚仔兩條手臂, 軟綿綿的, 好像柳樹林峰, 暗藏有彈徑, 將自己千鈞之力, 一一化去。 突然, 和尚仔將大衣袖一撥, 好像白鶴展翅發的聲音, 風疾鎖眼, 嘩,厲害。 林世榮才知道, 人不可茂上, 海水不可糾糧, 這個和尚仔千萬不能夠小看, 下下都是可刑, 甚得可拳的神韻。 打得幾個回合, 林世榮才知道, 小曾阿倫之技, 是以游制光。 好, 我又用可拳來對付你, 來一個以游黑游之德。 於是將拳腳一扁, 變成游游軟軟, 用軟橋來貼著和尚仔的手, 誰知和尚仔, 嘩,一聲, 震耳欲聾, 頓覺得他的手臂, 好像鐵棍那麼硬, 嘩嘩, 幾丫骨嘴, 好像閃電般攻過來, 嚇到林世榮連王轉弓為首, 但還是遲了, 雙手被人扣死, 右邊阿倫一步逼入林世榮的庫廊底下, 嘩, 如果他將膝蓋向上一頂, 那就糟了, 林世榮當堂大嚇驚了, 即是危急的時候, 海江蟬師突然大開聲, 停, 和尚仔馬上十聲跳出圈外, 走到海江蟬師的身後, 眼仔睜睜地看著林世榮, 他仍是細路歌起微甩, 只聽見海江蟬師說, 林世榮, 老立之言, 如何呀? 林世榮就滿面通紅, 心中叫聲, 慘愧, 還以為微逢敵手, 現在竟然輸在一個不起眼的和尚仔手下, 只認他閉香, 請老蟬師指點, 海江蟬師就哈哈, 大笑, 他說, 忌激之道, 不是說三言兩語, 能夠講得清楚的, 如果不嫌棄齋薄, 清茶淡飯的話, 可在我佛職當中, 少住幾日, 既然這麼遠來到, 一, 可以游覽一下同古山的風光, 二來, 可以和老僧聊一下禪機, 解解仇門, 三, 可以在這個清涼聖景, 切磋一下武藝, 林世榮正合了心水, 歡喜若狂, 他之所以歡喜呢, 不是說自在游覽風景, 又不是說談什麼禪機, 而是最後一句, 研究武藝, 和大家商量, 眾人一齊說, 好, 不過打擾了禪師了, 嘿, 不敢說, 跪下光臨, 實惠山門, 增費, 何然打擾兩個字呢, 不用客氣, 講完, 吩咐阿倫, 執拾好幾間空房, 給客人住落, 眾人入口, 窗遊同古山的美景, 夜晚, 聽聽海光禪師說一下禪經, 沒有人又打一兩路拳腳, 狗居鬧市之人, 在這個清憂之地, 真是脫卻凡塵, 好像神仙那麼快活, 知道他們不能夠枕牆在這裡住落的, 過了幾天, 梁寬, 陸政江, 哨牙蘇地, 說有事要回去, 孔紀藍, 亦要回家探墓, 只剩下林世榮, 和冠軍鄧爾, 談奏三個心腹門徒, 有日, 海光禪師帶著和尚仔阿倫, 約為林世榮等人, 去後山翠竹林中觀賀, 一行六人, 在神色稀微之中, 離開佛職洞, 由洞頂而過, 經過水連洞梅花亭八國亭, 入到荔枝林中, 裏面龍陰閉日, 十分清爽, 過了荔枝林, 只見怪食鄰津之處, 山滿了竹鼠, 清脆玉滴, 山風吹來, 有熔臨玉滴之聲, 海光禪師說, 這裏就是同古山的可臨了, 各位, 究竟海光禪師帶他來這裏, 有什麽事呢? 且定下回分解! 武林戰旗故事, 黃飛鴻, 精彩劇情, 明天繼續! 3、2、1、 王!